Hello 大家好 我大强 今天来着了 带大家去个好地方 有着广东版天空之近美称的黑牌角海岸线 那么我身后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徒步穿越黑牌角海岸线的起点 湾仔村 这里也是被众多户外旅游爱好者称之为 徒步天堂的一个地方 这边是有两个村子 现在看到的这条村呢叫杜头村 那这边过了桥之后呢叫湾仔村 那我们黑牌角穿越的路线起点呢 就是从湾仔村这边开始进路 这下面看到的就是沙滩 这个位置呢就是杜头村和湾仔村的分界线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招牌 上面还有一个关于湾仔村的介绍 也是讲到了湾仔村呢 建村历史也有300多年 那现在我们就从这边带大家进去里面看一下 我们去穿越的起点呢 是要去到这个湾仔沙滩 也就是彩石滩那边 从码头这边呢走到沙滩的起点呢 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左右的路程 走到这个位置就是进入沙滩的路口 小车也可以直接开到这边来 但是前面有一个栏杆 如果说要进到沙滩呢 必须要提前约好 要不然是进不去的 这里还有一个指示牌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导览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在这里啊 从这个位置呢 现在我们要走到沙滩 来到湾仔沙滩这个位置 这边是彩石滩 整个黑牌角穿越路线呢 是从这里一直沿着海岸线 往双越湾的方向 但是到了这个位置 还只是走了可能一半 因为这边地图没有把它完全展现出来 整个黑牌角海岸线的穿越路线 大概全程是11公里左右吧 这里就是这个关卡这里 但现在因为可能淡季的原因 所以就没有把它关起来 而是开放的 直接上去就可以了 这段坡还是有点陡啊 走上来之后 这边就是平一点 那全部都是这些土路啊 前面还有一段比较小的路 所以如果说开车的话呢 还是要注意安全 看一下这段路 这是他们村里面的一条小路啊 以前呢比这个还要窄 那现在后面慢慢过来旅游的人多了 所以就把它稍微拓宽了一点 但是现在也仅仅只能一台车 没有办法会车 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房子这里 前面已经看到沙滩了 哇 这里就是著名的湾仔沙滩啊 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对面这个岛呢叫西湖岛 这个岛也是比较适合去赶海 而且这边的最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呢 就是到了早上 可以在这里欣赏到最美的日出 刚好就是在这个位置 现在这个方向一直走过去呢 就是去到彩石滩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沙滩非常辽阔 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 所以公司团队活动啊 或者搞些大型的户外活动 来这里呢都是非常合适 我在这个沙滩上面呢 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享受和体验 确实这种场面呢 也比较少 比较难得 第一个是属于淡季 第二个呢 现在时间比较早 所以呢 可以看到整个沙滩都是空荡荡的 算上我一起就三个人 刚刚就我一个人 前面来了两个人 还有一条狗 前面马上就到彩石滩啊 给大家看一下彩石滩这边的壮观美景 对面看到的这个岛叫东湖岛 东湖岛呢 是可以坐快艇 直接去到岛上面去露营 海调 还可以在上面赶海 据说螃蟹特别多 所以喜欢去抓螃蟹的朋友呢 可以选择去到这个东湖岛 去好好玩一下 西湖岛这边呢 就离得比较近 但是一般不建议上去 因为它中间那段礁石呢 还是比较危险 这边呢是经过了海水的春刷 这些石头在沙滩上面 有点像外星的地表一样 老翔 看完颠个赞呗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